大家好 英国媒体的报道 两位支持人透露 英国最大广告公司WPP 一名高管和两名前雇员 已经被中国警方拘捕 逮捕行动涉及WPP旗下的媒体机构 叫群艺集团 中国警方对其上海办事处进行了突击搜查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据支持人透露 群艺中国的一名高级广告主管 已被拘留接受审问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 此事与该员工在该机构的工作有关 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警方在突袭过程中 还与其他当地高管进行了交谈 其中包括2017年以来 一直担任群艺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的徐 他还在WPP中国区担任经理 除了一名高级广告主管被捕 彭博社也报道 另外两名前雇员已被中国逮捕 根据公司的年度报告 2022年包括台湾在内 WPP大中华区占该公司收入5% 那么报告指出 该地区在2022年将成为该公司第四大地区 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 并且是全球第二大广告市场 然而WPP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相关的封锁 去年中国的广告支出总体下降0.6% 23年初 这家总部为伦敦的公司 在广州开设了其在中国的第三个园区 全益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媒体购买和策划机构之一 2022年拥有4万2千名员工和600亿全球媒体的账单 该部门的收入约占WPP140英镑年收入了三分之一 报道继续补充 在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中国一直在加强对西方企业的审查 4月 贝恩公司证实 中国对其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继续了询问 接下来的一个月 中国国家安全官员参观了总部 与纽约和上海的咨询公司 业内人士称 中国的广告业腐败盛行 9月美国证监会SEC与美国的奥特道集团 就违反了海外腐败法 达成了2600美元和解协议 此前该集团和当地子公司被发现 贿赂中国政府官员已获得广告合同 中国也屡次针对私营企业举措 以及极不透明的司法体系 让外国商界感到紧张 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努力平衡 应对摇摇欲坠的经济和恢复商人的信心 以及决心根除国家安全威胁的日益强大的安全机构 今年夏天 中国颁布了更严厉的反间谍法 当局还推出了全社会的方式 来应对安全风险 鼓励所有公民参与对该部门反间谍活动 并开放公共媒体来传播间谍事件故事 今天的英国媒体证实 中国即将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 中国启动了10年来首次修订的国家保密法的立法程序 目前中国与美国及盟友的地缘政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 已提交给国家最高立法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本次会议为期五天 预计将于10月24号结束 美国媒体说 虽然缺乏细节 但据修订内容广泛 将增加新的条款 以确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在所有信息安全有关事物中的权威 并将首次规定 政府支持信息安全领域 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 北京方面认为 随着美国及其盟友的情报站升级 这一更新是必要和关键的 但此举将加深外国投资者和企业 对在华经营风险的担忧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埃斯克伦德 敦促北京方面提供更清晰的信息 并帮助企业理解中国的红线在哪里 他暗示不断恶化的环境可能会赶走欧洲企业 他表示 中国日益增强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加上相关立法缺乏明确性 给企业带来了合规挑战 随着中国开展商业情报业务 成为一项高风险活动 提供更多法律确定性 其他市场的信力却在增强 该修订案几乎肯定会被全国人大通过 他将在对1988年制定的 2010年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 进行首次重大修订 该法律规定了国家秘密的义务 监督和管理 今年国家安全已成为中国政府首要任务 中国领导层强调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 以及堵住其所认为的安全漏洞的必要性 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 也呼吁安全机构严厉打击 那些可能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的人 并呼吁采取更严格的国家安全措施 理由是全球环境风险更加不可测 中央电视台周五报道 最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 包含了新的条款 为北京方面认为过去十年 在维护信息安全方面成功有效的做法 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 周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发言人杨和庆表示 修订的是必要的 以应对安全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他表示此次修订旨在确保国家机密的安全 促进信息的合理利用 并为促进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法律保护 那么你应意的修订引发了商界担忧和怀疑 今年早些时候 外国资金公司成为国家安全突击搜查目标 而最高国家安全机构呼吁公众加大打击间谍 目前中国方面的称反间谍工作严峻而复杂 此前北京方面誓言将采取一切标子反制措施 以回应华盛顿加大在中国收集信息的力度 今年7月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在阿斯鹏安全论坛上证实 该机构在重建其在中国的间谍网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中国美国商会前主席齐莫尔曼 他表示对国家机密的模糊监管令人担忧 目前对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机密的监管含糊不清 而且适用的方式过于宽泛和后见之名 使外国企业及人员面临违规的危险 进一步明确哪些文件或信息构成国家机密 以及认定这些文件或信息过程 将是一个可起的进程 一位台湾商人因为此事敏感性只透露自己兴章 他说加强安全网络最新举措 将对他在北京的数字通信公司产生影响 张先生说由于经济低迷 他的生意已经受到打击 他对即将到来的事情感到担忧和恐惧 我们处于数字媒体领域 这与国家安全有关 现在一切都属于国家安全 尤其是像我所做的数字相关的业务 经营该公司20多年的张先生证实 此举可能会导致资源被一些平台垄断 使像他这样的私营企业更难赚钱和扩张 同样一位匿名的北京经济学家表示 在华外资企业的情绪已相当低迷 中国政府知道这些担忧 但他将继续采取他认为正确或必要的措施 外国公司非常讲究法律 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况 一些与国家安全反间谍或保护国家机密有关的工作 是在或没有法律情况下完成的 如果他们决定留在中国 这些是他们面临的经营 中国加大了对国家安全 也就是反间谍法的立法 实际上也是应对美国和西方 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企业进行限制 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制 所以咱们中国人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中国收紧海外企业 特别像西方企业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收紧相关的反间谍法的目的 是因为像澳大利亚像美国这些政府 对中国企业也在进行着安全方面的这种制裁 你包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化集团 在美国被要求没收他的这个农业用地 也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宣布在达尔文港 99年的租约安全审查结束 继续租给中国 这也是中国的胜利 大家要看到澳大利亚美国对中国的企业 也在海外进行安全审查 同样中国要反制 那么中国在国内也要进行立法 也要对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也要进行限制 说白了就是中国对西方 对中国企业打压的一种反制 澳大利亚总理及内阁部 10月20号声明中证实 澳大利亚人可以相信 他们的安全不会受到损害 同时确保澳大利亚仍然是 具有竞争力的外国投资目的地 总理及内阁部补充说 将继续达尔文港周围的安全 安排进行监控 该港是澳大利亚最靠近亚洲的港口 中国企业叫蓝桥集团 对此经营一个商业码头和邮轮码头 在一场目前趋于缓和的外交争端中 中国曾批评澳大利亚方面 以国家安全为由 阻止中国企业在基础奢势领域的投资 2011年澳大利亚联盟 执政党政府在加强外商投资审查的同时 对蓝桥集团99年商业港口租约进行了审查 去年赢到大选后 阿尔巴尼斯总理领导的工党政府 启动了第二次审查 涉及国防外交安全机构 在他下周访问华人论之前 可以预计今年访问中国前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不会更改 或取消达尔文港的租约 报道提及蓝桥集团在2015年港口运营竞标中胜出 赢得了价值5.06亿澳元 约3.9亿美元的合同 在北领地政府将合同授予该公司的几年前 美国刚刚在达尔文派驻了首批轮换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今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最新的国防战略审查 其中指出中国在进行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军 这一进一步提升了美军在澳大利亚北部轮换的规模和范围 以及北部基地的战略状况性 位于悉尼的美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与防务主任迪恩 他说澳政府很有可能会寻求在达阪港附近建造第二个港口 用于军事目的 那么海军评估人员一直说 他们希望自己能有一个专用码头 作为国防战略审查的作者之一 迪恩的认为蓝桥集团中用的港口属于有形技术设施 因此不会构成像电网5G网络那样的安全风险 他说绝对最坏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将国有化并购收回 我们需要找到可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蓝桥集团和达阪港在声明中表示 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定重申了我们的立场 即鉴于达阪港是按照澳大利亚法律和港口交易文件 作为商业企业运营的 因此不存在安全顾虑 堪培拉正在推动北京和阿尔巴尼斯返华前 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贸易封锁 那么世贸组织即将就这一争端 做出最初的最后的裁决 那从这个情况来看 澳大利亚方面 达阪港方面放行 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和澳大利亚 那包括前一段时间 那个央视记者那个间谍 间谍风波 让你可以看到 中国对待西方对中国的这种间谍的渗透 中国也是有效的回击 而中国的相关的立法机构 实际上也在做着立法准备 也说实际上 美国也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的企业进行各种限制 那么美国的一些企业在中国的 很多活动也涉及到国家安全 中国也要进行反制 那么首先是立法 立法结束以后 要对美国的企业进行规范 那么你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同时 你要考虑到美国在中国的企业 是不是也面临了同样风险 这叫对等 就是你美国可以限制我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 说你中国人不安全 那我中国人可以限制你美国在中国投资 你美国人更不安全 这叫对等 有些人说了 那美国会撤资 美国人走了 走了就走了 走了就走了嘛 把市场留给中国嘛 就像美国日本人离开俄罗斯市场 俄罗斯人开不上车了吗 俄罗斯人开中国汽车 你走了就走了嘛 因为你来不是扶贫 你美国人到中国来 你以为是扶贫吗 你是来赚钱的 你是到跑中国来扶贫吗 给我们钱吗 不是 你是来赚钱的 你走就走嘛 你去集团地方赚钱吧 中国有的 中国在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 跟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 一定要限制他们 另外中国企业在你美国 我的投资也被你限制 那我要进行什么 叫反制 叫对等反制 现在海外有些媒体 就说中国方面对美国进行限制 对西方企业限制 说威胁到中国的投资环境 你美国不是威胁到你的投资环境吗 你美国对中国企业各种限制 买完的地要收回 逼着你是吧 把买完的地要卖出去 那是什么 那叫商业行为吗 那赤裸裸的 那叫绑架 那叫抢劫 那卖出去价格能合适吗 那不是抢劫是什么 听懂没有 真正抢劫的是美国人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美国对中国企业怎么做 中国一定要加倍凤凰给美国人 这个时候咱们中国人跟美国不要客气 包括西方那些公司 在中国赚的盆满不满 最好滚出中国市场 我一直在说 他什么苹果手机赶快滚出中国 卖给印度人 去卖印度 抹了个逼的 跑到印度设厂 他妈天天说 中国窃取你技术 你别卖给中国 你就不怕中国窃取你技术吗 每天往中国市场卖这个卖那个 我中国人就不买你的 中国有自己的市场 有自己的产品 这个钱你不想赚 有人想赚 有的是人想赚这钱 赶快滚出中国市场 反间谍这块 我觉得中国方面立法才刚刚开始 未来那些在中国那些企业 他如果配合着美国政府 对中国进行渗透 那么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 如果他正常的合法经营 中国是保护他的 因为有了立法 那么这些企业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 要收敛一些 我觉得这也是规范 这是必然的 好好看看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怎么对待中国企业 所有的企业都要进行安全审查 那华为签了合同 是吧 安全为由把中国企业赶出去 把华为就赶出 赶出市场 对华为经营限制 这叫法制吗 这他妈哪门的法制 所以我再说 面对西方 面对整个昂鲁萨克逊 对中国的围堵 中国人不要跟昂鲁萨克逊客气 我他妈永远不会用那个苹果 你记住 我他妈永远不会用苹果 未来十年 未来时间 中国和美国竞争 中国有一天超过美国了 我可能还会用苹果 我现在一直用华为 一直用华为 你记住 我是不会用苹果的 我就会一直用国产 这就回应美国人 因为什么 美国人所有的财富 他不在房子里 都在那么股市 都在那个苹果手机里边 都在麦当劳 为什么美国那些领导人到哪 都他妈得吃个薯条 吃个麦当劳 股票涨啊 全世界都买 为什么麦当劳股票 这就是底层逻辑吗 他们的财富 都在那些股票 都在那些大企业呢 手里拿着股票 涨了就赚钱了 所以他们对苹果 对麦当劳这些企业的股价 它是非常敏感的 财富都在那 一旦缩水 大家都不买苹果了 那是个毛啊 就给你打回解放钱 好你妈的 我他妈就不买苹果 我告诉你 我他妈的 我对美国这些企业啊 在中国赚的盆满不满 回过头来 还他妈的制裁中国 我非常不满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看懂 美国对待中国 美国毫不客气 中国现在对待美国 很多咱们中国的媒体啊 包括中国有些自媒体 还在替美国辩护 中国这个不安全 那个不安全 中国不欢迎外资 你他妈外资欢迎中国吗 我想问 你他妈张开双手欢迎他 他对中国怎么样 你看看前几年华为 你看看前几年华为 你看看前几年中国企业 你再看咱们中国人到外国 被人家欢迎吗 打压你啊 动不动国家安全为由 连留学生都给你遣返 什么基本狗是国家 操你妈的 记住对防罗斯萨克逊 他他妈是抢劫发家的 对付强盗 你别他妈跟他来 什么仁义理智这些东西 以强硬对强硬 盼他个十年八年 你看他服不服 最好别他妈到中国来投资 操你妈 欧亚大陆不需要美元 你记住欧亚大陆不需要美元 拿着你张臭纸滚回你的昂鲁 撒克逊滚回你的北美大陆 一帮昂鲁撒克逊狗屎 到他们欧亚大陆 印几张纸就他妈抢劫 赶快滚回你的北美大陆 欧亚大陆以后是非美元区域 什么那么美国企业 操你妈 来着我是支持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和昂鲁撒克逊 这十年非常关键 一定要支持中国企业 支持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会改变未来 整个欧亚大陆的局势 为未来几个世纪奠定基础 欧亚大陆会重新回到 人类文明中心 那个时候昂鲁撒克逊 整个的发展会进入一个衰退阶段 会从崛起到衰落 会进入一个下行通道 那时候中国就可以对昂鲁撒克逊提要求 昂鲁撒克逊这些企业 它会挤破头返回欧亚大陆 想办法进入中国 会进行倒转 你看着 因为它要把自己的财富重新放回欧亚大陆 这就是昂鲁撒克逊这帮人要干的 这就是犹太人要干的 所以这十年对中国非常关键 这十年昂鲁撒克逊要把中国拉爆 要把中国的股市 把中国的整个的金融市场经济压制 甚至要摧毁中国的经济 不让中国超过昂鲁撒克逊 但一旦中国突破了这一关 真的超过去了 昂鲁撒克逊马上会把自己资产 包括那些犹太人 会把资产重新放回到欧亚大陆 那时候他们会挤破脑袋返回 把钱重新放回欧亚大陆 现在不撤资吗 说大量的外资外逃吗 你看他逃了吗 他能逃到哪去 买美元 买那张臭纸 一旦那美元不值钱 一旦放一个篮子里 资本都不傻 所以中国和美国这个竞争 最后你看到中国只要获胜 资本是非常现实的 会抛弃昂鲁撒克逊 因为他知道谁最终获得了胜利 谁最终会控制这个世界 人类文明的资产 人类文明的财富 汇聚回欧亚大陆 这叫红锡效应 会在全世界吸引资本 流回到欧亚大陆 那昂鲁撒克逊还剩什么 那个美国还剩什么 我一直在讲 我一直在讲 大家一定要看懂 现在发生了什么 虽然中国现在很难 但实际上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因为只要你通过 这十年的努力突破 前头是非常光明的 昂鲁撒克逊 他现在是非常紧张的 他一定要拉抱你 因为关系到昂鲁撒克逊的未来 我还是坚信 中国包括欧亚大陆 一定能够重新崛起 中国也一定能够收复台湾 完成国家的统一 保证欧亚大陆 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中心